可以高一點嗎 高一點 這裡可以嗎 很正味 平時你怎樣理財 怎樣理財 對 你殺了我 跟大家一樣 我們都是叫傳統派 就是我們以前的教法 都是叫儲錢 怎樣叫逐元逐元省回來 我們以前媽媽 我們比較老人家的想法 而去到真正是理財的話 是運用你自己的所謂asset 你開始要明白到 什麼叫asset 什麼叫liability 什麼叫passive income 變成你便開始知道 什麼叫理財這個概念 即是說我們其實 除了辛苦做事之外 但只是單憑這一份的收入 其實有時某程度上 可能未必追到我們的通脹 但反而我們需要透過 是不同channel的收入 可能透過運用理財這個方法 用我們已經儲蓄了的錢 然後再透過投資工具 而賺多些金錢回來 這就是我們所謂 今時今日所說的理財 你投資強一點還是太太強一點 我比較保守一點 我比較穩陣一點 太太進取一點 變成我們互補不足 你保守也開到第六間軍店 這樣說是對的 實業又是另一種投資 變成我自己做生意 對我來說 沒有東西比開一間分店更加開心 這就是另一種投資 雖然今時今日經濟環境下 我們會步步為營 但我都當作其中一個投資 就是投資生意會有穩定的回報 其實市面上有很多不同投資工具 我建議大家就是要開始著眼 看看甚麼叫理財 透過可能誰適合你 你自己所能承受的風險 而是作出的投資 其實最希望的話 就是大家可以不用那麼辛苦 只是做事 賺那些錢回來 你可以就算坐在那裡的話 因為投資得利 而收回一些收入回來 其實有的 其實我們上年帶他們來歐洲 我們已經給零用錢 喜歡買賣買賣 變成他們三個的性格 跟他們的消費模式 會直接反映出來 先說大仔 大仔比較省健 即是沽寒一點 他突然去到葡萄牙 很喜歡沙甸魚 不斷買沙甸魚 但沙甸魚也有分 突然間這個貴一點 一個中價一點 一個便宜一點 然後你解釋給他為甚麼呢 原來你便宜一點的 很便宜 但有很多骨 我不要多骨 我要沒有骨 沒有骨的要中間骨 但前面有一個 有金箔的沙甸魚 但那個有甚麼分別 其實沒有多塊金箔 然後我要中間那個 耳朵更有趣 耳朵 每一個一線都計算 變成他只買那些 一元購物那些 選到他最便宜 他看了很久 然後我說 兒子 你買的那些其實都是垃圾 你買回來之後 到那一刻你就便宜了 但他都選那些 最重要便宜了 女女就完全相反 女女就為了吃 他不是很計算價錢 喜歡買雪條 買雪糕 買朱古力 總之買一些好吃的東西 他是開心的 因為他又不是很看錢的 為甚麼女活動會那麼差 是否媽媽經常教育他們 不是的 其實是天生的 他們叫做性格 但這些只不過是 叫做性格和消費的關係 但理財都重要 等他再大一點 教他們學懂 怎樣為之叫做正確的理財方法 都會的 會的 其實我做咖啡行業 有很多東西可以學到 在家我可以教到一些技術給他們 有些產業 有些很多東西的管理 或者看門面的東西 其實適合的發財都很多 我想等我們大一點 如果才達到八九十 變成他還是小 暑假會不會有些 什麼 聽領 遊行 他們去了加拿大 和媽媽 媽媽帶了他們三個去探外公公婆婆 變成他們一直都很嚮往 在加拿大那種暑假的生活 讓他們回一些暑期班 讓他們接觸一些當地的 和當地的小朋友打成一片 那你會否跟他們飛過去 我不行 我本來是想這樣 但後來因為香港要做事 變成我都要拿回香港 是的 那你又跟他們有些me time 啊 me time 我的me time 就是我的老婆 我三個兒子就是我的me time 你現在都是要給他們 差不多了 是的 你不用自己有些時間讀書嗎 沒有 沒有的 尤其是 坦白說 尤其是男人成家立室之後 我是變成了 開始明白 我是為他們而活的 變成了 我差不多是我的設計 就是去招呼他們 那現在不是 他們現在不是 是的 現在我這個適應 就是在那裡等待 哈哈哈哈 有沒有吹了空虛 蛤 有沒有吹了空虛 非常空虛 哈哈哈哈 比如說你自己想買玩具 手錶那些 怎麽問他太大 我不玩那些 太昂貴 不是我的杯茶 No 不是我一向都不玩那些 車我也不玩 那些錶我也不玩 名貴那些不玩 我只玩咖啡 最多昂貴就是咖啡那些工具 咖啡機 就算我玩那些 在網上鏡頭的那些咖啡 都叫有閒錢 但對我來說都算昂貴 基本上是 是的 知不知道接下來 下半年有沒有劇照 什麼 有沒有劇照 劇照 其實有的 在排 我不知道他排到何時出 是的 有的有的有的 還不知道 我看看他們公司的節目部 如何安排 是的 大家好 今天Jini會說很多文資資訊 是 非常感動 因為知道今天其實下很大雨 然後我在家裡過來的時候 其實本身都無雨 但是來到這邊就非常大雨 所以 而且知道他們是提早過來這裡等我 所以非常之感動 和很感恩他們一直的支持 無論是現場 或者是幕後背後 都是這麼支持我 所以我會希望自己繼續加油 我自己的理財是怎樣的 我自己的理財的主子 其實我是看到有需要的東西才買 例如用公仔打一個比喻 我很喜歡那個公仔 但我會看它的價錢 而決定買不買它 如果它太貴 或者是 我覺得 對比衡量之下 覺得不值得買 或者是怎樣 我就不會去買 所以通常我的錢 就是會儲買 多過去化肥 除非例如文具有需要 或者一些食物有需要 我就會去買 就是這樣 會不會趁放假 或者暑假的人去旅行 或者消費一下 其實我覺得 去旅行這件事情 我這個人懶得一個極點 就是 我其實不是說不喜歡去旅行 但是 就是 我會懶得去收拾行李 但是如果一收拾行李 就OK 就是行李是很整齊的 但是 我就會很擔心有沒有什麼會帶流 所以我就經常 旅行前 我就會很煩惱 因為我要收拾行李 但是 去旅行的時候就會開心 沒錯 但是你還未有計劃嗎 暫時未有計劃 但是我會 之後的那五六天 不會在香港 因為 我的侄子 他考完事 然後 也出了成績 所以 就會跟他們去聚會 吃一頓飯 就會回到我的家鄉 最近的心情 最近的心情非常好 多謝大家的關心 其實我一直很擔心大家擔心我 我見過一篇文章說 我擔心你擔心我 你擔心我不擔心 所以 如果我有機會 我會發出那篇文章給大家 所以 大家總結一句 就是不用擔心我 我非常好 而且我的性格 通常就是一條直線 如果我開心的話 可能會跳一下 但我 例如 不開心的原因 通常都是因為 我自己的要求 或者唱歌 如果我做得不好 我就會掉得很低 然後我又會慢慢回復正常 我會自己開解自己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我 上次你唱《李雲》是否因為你很不開心 大家有些斷策 其實是有些不開心的 但是我覺得 這個是很正常的一個情緒的到達 但是 亦都大家不用擔心 我沒有哭出來 因為可能是冷氣 有一點冷 然後又有一點抽泣一下 或者鼻敏感 抽泣一下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沒錯 OK 你不開心是基於什麼 是合約還未能談得到 還是還是怎樣 你被承諾的問題 我哪裏有不開心 其實我沒有不開心 我最近這幾天 情緒非常穩定 然後 我不開心的地方 就是唱歌 如果我有一些 自己不滿意的位置 我就會不開心 但是我通常 這個 心情都是偏佛系 沒錯 合約現在談好了嗎 大家都在想 唉 合約這些事情 比較私人的事 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結果 但是 因為 這個世界還未到末日的那一天 所以我也不知道結果會是怎樣 即是現在是無約的 只是快要完 快要完 是不是還在聊 還在聊 是 大家在想 自己的方向是怎樣的 其實方向 自己有很多想法 例如音樂上的方向會怎樣走 或者是自己的風格 自己的風格 會怎樣走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因為這個世界有太多未知的事情 所以 自己都會很 因人去接受 每一個轉變 例如 一些造型上的轉變 或者是唱歌上的轉變 或者是發音上的轉變 都有的 是不是有 我們找個活動吧 還有好像說 屋裡好像有一間公司 天駕 針你過檔 竟然 你在哪裡聽回來的 是啊 我也不知道在家裡 你可不可以傳給我看看 或者傳給我的工作人員 看看是OK的 然後 有沒有這件事 有沒有找你談過 不知道 但是 如果大家有這些消息 你們都可以傳給我 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自己也想有一些新的難度嗎 當然有每一個不同的發展 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有一些壞事 所以 我還不知道自己最終會怎樣發展 如果有人想跟我們談的時候 你是否首先是唱歌 哪一方面你覺得是很合適 你走到哪一個 有一個 嗯 嗯 有先算 但是其實我覺得 所有事情我都會想嘗試 因為我 每一個人的潛能 可能連自己也不知道 可能我將來我去做空姐 也不一定 所以大家 我覺得盡量做了眼前的事情 例如今天如果這個活動 我會先做了今天活動的事情 是否溝通又好了 才會播放演唱會 溝通 其實演唱會是應該之前 演唱會之前 他們已經跟我說 會想播我的節目出街 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所以到最後播了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正常的運作 可能對於一個小時的排行 我都可以參加很遠 如果沒有這個活動的事情 是要去演唱 是 可能好像一個小時的排行 呃 所以呢 會不會覺得排行好像你存在 都還好 其實都是 公司想怎樣決定 就等他們去決定 還有我自己 所以我非常之想大家會去現場 感受這個氛圍 因為我會 如果你說網上直播著我演唱會的話 其實我自己是會有一些 即不是那麼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 你網上演唱會 就未必可以感受到現場的氛圍 現場的氣氛或者互動 所以我 但是這次有一個電視上的形式 去播給大家看 都是一個 可能會 另外一種表達的方式 但是就 不會好像在現場 跟歌手或者歌手 跟 粉絲們或者聽眾們 觀眾們去互動 好 想看 你們不要想想看 是吧 失望 就是那些 我覺得應該都是當期的問題 還有太遠了 然後我想他們也都有 各自要訪問的事情 所以就未必來到 還有 今天可能時間都不是說很長 所以 我想他們都會有決定的 沒錯 那接下來會不會 就是有朋友去賣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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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想 我也很想去支持他們 因為他們 之前我演唱會的時候 他們都有過來 所以 都很想藉著自己 這個時間去支持他們 還有他們的演唱會 那我一定 如果有機會可以去 一定會去 沒錯 暫時未遞 暫時未遞 定了的 不知道會不會見到你們 不知會不會見到你們 之前我想問 你始終都19歲 你們的合約問題 就是爸爸媽媽有沒有責見 或者有沒有掌控 其實因為現在 這個年紀 我會嘗試所有事情 都盡量自己決定 所以 或者是有一些 真是很重大的事情 因為我都不想去 令到他們擔心 就是煩 所以 如果我自己解決到 我都會盡量自己 他們知道 但是 不知道太多的事情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